今天我要讲述的人物是肖泉 我们一起来听 三十四岁的摄影师肖泉 壮着胆子拨通了王硕的电话 话筒那边 传来了让他喜欢不起来的京腔 我知道你是苏童 叶兆岩的朋友 我也相信你拍得好 可我实在不愿拍照 何况咱俩又不认识 如果有机会在什么地方 一帮哥们儿吃饭喝酒 我喜欢用这样很自然的方式认识你 挂了电话 站在马路边的肖泉 赶紧往手上哈了口热气 北京的冬天真他妈冷 那是1993年的二月 立志用镜头记录时代人物的成都人肖泉 第二次被王硕拒绝 1986年到1996年 王硕用自己的相机拍下了那十年里 中国文艺界最牛逼的牛鬼蛇神 然后出了一本摄影集 我们这一代 成为摄影界的传说 顾成 北岛 芒克 崔剑 甲平蛙 三毛 石铁生 于华 窦围 何勇 丁武 江文 张艺谋 陈凯歌 巩丽 王硕 一只男 在萧全的镜头里 这些闪亮的人物都留下了自己最风华正茂的瞬间 在十三腰里 马东反问许志远 你说 现在的文化粗比了 那我们曾经精致过吗 我相信 这个问题 以后还会有人问起 而我们这一代里的每一张照片都可以回答 当然 我们曾经无比向往过精致 向往过自己思考的日子 1986年12月 四川的星星师刊 举办了中国诗歌节 邀请了由刊物评选出的 中国当代十大青年诗人 有顾城 北岛 书亭和杨恋等 这些诗人被主办方请到了成都 那时候 诗人是顶级的流量明星 走到哪儿都能唤起人山人海的簇拥 跟着一帮写诗办刊物的朋友 肖全走进了这些用诗句叫醒时代的大脑 一听说要拍照 顾城乐得直跳舞 他说自己最喜欢拍照了 又用手指了指头上的帽子 一个美国老太太送给我的 在成都花园宾馆的一楼 肖全为顾城谢业拍下了一张 有家的感觉的照片 诗歌节的重头戏 当然是诗 在四川作协大楼的会议室 十大诗人轮番上台 朗读自己的诗 下面的听众除了欢呼 叫好 还会直接和诗人对呛 写出过回答 我不相信的北岛 就被四川的诗人对死了 新写的长诗被当场吐槽 下来吧 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北岛的脸上挂不住了 站起来反击 我从不认为我代表一个时代 诗人应该用作品说话 我想我真正的好作品还在后面 朗读会结束后 观众反而来得更多 把十大诗人堵在休息室出不来 保安抱着各种样式的笔记本 请他们签名 被困两个小时后 顾城受不了了 把门拉开冲了出去 拿胳膊肘架开了一条血路 在成都的旺江公园 诗人们玩得像孩子一样 顾城和谢叶 把竹藤编成花篮 带在脖子上 北岛坐在草地上 让消钱拍照 舒婷给大家讲述 他在美国的见闻 回酒店的路上 北岛在车上 领着大家唱俄罗斯的老歌《三套车》 十大诗人再也没有聚首过 肖全的镜头里 也没有再出现过如此多的诗人 两年后 北岛去了欧洲 在波兰访问时 偶然碰到了国内的老友 那次相聚 让他写出了 能被称为好作品的 波兰来客 只不过 诗句里感慨的是 梦想的破碎 那时 我们有梦 关于文学 关于爱情 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如今 我们深夜饮酒 杯子碰到一起 都是梦 破碎的声音 七年后 三十七岁的顾成 在异国的小岛上 结束了自己 和妻子的生命 那个用黑色眼睛 寻找光明的诗人 最终 还是和那些花儿 一起去了 北岛的美国诗人朋友 艾伦·金斯堡 在嚎叫里写道 我看见 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 毁于疯狂 1993年9月 在北京昌平的 精神病院 消遣见到了一位 几乎被毁掉的诗人 郭露生 1967年秋天 笔名实指的 郭露生 19岁 在离京插队之前 朋友在他的日记本 《非夜》上 写了四个字 相信未来 插队间隙 郭露生 把这四个字 写成了 相信未来 这首诗 在绝望的时代 让很多人 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当蜘蛛网 无情地 查封了我的竹台 当灰烬的余烟 叹息着 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 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 写下 相信 未来 但是 郭露生 自己 差点没扛下去 1973年 因为遭受了 强烈的刺激 他被诊断为 精神分裂 自此 一直在医院生活 20年后 萧全去看待的时候 病情已好转很多 在医院 黑漆漆的楼道里 萧全问一个 坐在地上的病人 郭露生在哪儿 那个人喊了一声 老郭 有人找 一个穿着病号服的 大高个儿 热情地走了过来 萧全差点被扑倒 没等介绍完自己 郭露生就握着 他的手说 管他们是谁 有人来看我就高兴 萧全问他 你还写诗吗 老郭从床头柜里 掏出了一个硬壳本子 里面有20首 没发表过的诗 然后自己忘情地 背了起来 萧全赶紧拿出录音机 老郭背得很投入 完了又说 自己不想出院 出去干嘛呢 我是疯子 为了请萧全吃饭 老郭找护士长 开了一张价条 上面写着 郭露生 外出三小时 在医院旁边的饭馆里 两人吃了一顿饺子 老郭问萧全 你还拍谁了 一听都是自己的朋友 就挨个儿问近况 凯哥最近怎么样 忙客在忙什么呢 崔健这个人可了不起 能写出酒杯里的大海 这么有气派的话 2001年 中断了七年的人民文学奖 再次启动评选 获得诗歌奖的 有两位诗人 海泽和石子 这结果让人欲哭无泪 海泽已经在十二年前去世 而石子常年住在精神病院 当代最杰出的诗人 一死一疯 诗歌还有未来吗 2013年 萧全和北岛在成都重聚 当年的情景 涌到眼前 他问北岛 睁开 你还记得那时候 你领着我们唱三套车吗 在外漂泊太久的诗人 摇了摇头 眼睛望着远方说 我忘了 那烟河中的云彩 那酒杯中的大海 统统装进我空空的胸怀 1990年3月 崔健在四川省体育场 唱起这首 让石子赞叹的 从头再来 那年 为了给亚运会集资一百万 崔健开始了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全国巡演 他从北京 郑州 武汉 西安 一路唱到了成都 所到之处 常常爆满 在西安那场 有个叫 闫凯燕的女大学生 喊得 嗓子哑了一个星期 回去之后 把学退了 不当会计 改学表演 后来改了个名叫 闫衣 听说 崔健到了成都 萧全和朋友们 奔走相告 演出当天 三块巨大的红布 高挂在体育场内 灯光刚一变暗 崔健就举着一面红旗 从后台冲了出来 场内的观众都疯了 萧全被欢呼的声浪 震得心脏狂跳 好多人前一秒 还穿着毛衣 瞬间就脱得 剩个短袖 九十年代的 第一个春天 就这么来了 离舞台最近的保安 面色严肃 他们后面 第一排观众里 有个姑娘 闭着眼睛 忘我的跟着崔健 喊着唱着 脸上泪光闪闪 当晚演出的高潮是 南尼湾 歌声响起的时候 萧全放下相机 跟身边认识或不认识的人 手挽着手 任由泪水流淌 万人的齐声和唱 让体育场地动山摇 这样的阵势 让组织者震惊 有人一个电话 打到了北京 这哪是演出啊 这分明是闹革命嘛 在那之后 崔健的巡演被叫停 一个解释是 快到六月了 亚运会的工作很紧张 就不用办活动捐助了 谢谢你们 崔健在成都唱了三场 萧全也拍到了满意的照片 虽然没有按计划 唱满四场 摇滚已经在成都 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七年后 那个跟着崔健 闭眼歌唱的姑娘 开了一家名叫 小酒馆的酒吧 不经意见 成了成都摇滚青年的地标 2007年 有一个小伙子 从拉萨来到成都 后来 他为这座城市 写下了一首歌 里面有句歌词 走到玉林路的尽头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分别总是在九月 回忆是思念的愁 拍完崔健之后 萧全认识了 更多的摇滚歌手 有窦维 何勇 和唐朝乐队 1993年9月 萧全来到北京 他住在丁勇家里 抽空拍了窦维跟何勇 一天 丁勇跟萧全说 他们要去新疆演出 你要不要一起去 萧全二话没说 就上了飞机 那是摇滚乐 第一次走进新疆 促成这场演出的 是个大学生 他在北京一个地下室 看过唐朝的live之后 就震得说不出话来 发誓要把这个乐队 带到新疆 让自己家乡的人都听听 这个大学生 就是当时还在中系上学的 李亚鹏 要把唐朝弄到新疆 起码要花十几万 大学生哪有这么多钱 李亚鹏带着八个中学生 把乌鲁木齐晚报上 有联系方式的广告公司 找了个遍 愣是拉来了 九万七千块钱的赞助 真就把唐朝送到了 自己的老家 演出那天 乌鲁木齐唯一的体育场 人声鼎沸 四个长发男人一上台 观众的气氛就被点燃了 兵舞的高音 老舞的吉他 张剧的贝斯和赵年的热鼓 都让下面的人 前所未有 有如痴如醉 就连新疆的老大爷 都跟着节奏跳了起来 演出结束后 肖前看见保安们 把帽子一摘 让丁舞他们 在上面签名 就赶紧按下快门 留下这一 非同寻常的时刻 直到乐队上了车 现场的男女老少 仍不愿散气 几个学生追着车跑 眼看着车灯 消失在夜幕中 1994年12月 豆韦何勇和唐朝 登上了香港的 红看体育馆 何勇的中鼓楼 让前场尖叫 伴奏三弦的 是他的父亲 何玉生 笛子来自豆韦 他在台上喊着 是谁出的题 这么难 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后来 张聚走了 摇滚颓了 已经唱不上高音的丁舞 给萧全的信里写道 坚持下去 咱们可不能垮 咱们一垮 就是垮了一代人 拍诗人和摇滚歌手的照片 让萧全在文艺圈里 有了点名气 朋友鼓励他 走出四川 把全国的先锋人物 拍个遍 揣着朋友 给他凑的一千块钱 萧全走出了四川 他兜里 从没装过这么多钱 在长沙 作家何立伟 对萧全的照片 赞不绝口 他随手扯下几张 长沙式文联的稿纸 给他认为 值得拍的作家 写推荐信 上面就一句话 这儿有个大师 来拍你们的照片 推荐信一封封寄出 萧全一路拍了下去 残血在长沙 贾平蛙在西安 苏同在南京 王安逸在上海 刘恒在北京 当年那个 秦星闪耀的文坛 常有平地惊雷 你不知道 下一部轰动中国的小说 会先从哪个城市爆发 萧全问西安的 出租车司机 你们西安 有个了不起的大作家 对方想都没想 你再说 俺们贾平蛙吧 在贾平蛙家里 两个人聊起了 作家三毛 因为这是他们 不多的共同话题 萧全给三毛拍过照 贾平蛙跟三毛神交已久 在他去世后 写过哭三毛 萧全很幸运 如果再晚来两个月 就会以贾平蛙擦肩而过 当时他开始构思一个长篇 马上就会外出封闭写作 两年后 费都出版 铺天盖地的盗版书 霸占了全国的地摊 地摊的盗版卖得再火 作家还得该干嘛干嘛 就像大红灯笼高高挂 让张艺谋 拿了威尼斯电影节的 最佳导演 他的原著作者苏彤 一如往常 还得挤在南京的一间阁楼里 马自 南京的夏天 酷热 苏彤在屋里 就穿了个裤衩 萧全跟他相视而作 作家的形象 让他意外 这大哥 凭什么那么懂 封建时代的女人 女人不易懂 女作家更是如此 王安逸就不喜欢那种 把自己拍得很漂亮的照片 后来那张让他满意的照片 就是萧全在陪他买菜的路上拍的 背景是一条很近年代感的小象 多年以后 萧全办影展 王安逸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原来那条小象并不简单 王左拐 张爱玲的弟弟就住在其间 弄口则对着傅雷的家 现在那一片的旧房 已经都拆掉了 从成都一路向北 萧全终于走到了首都 北京有太多他想要拍的人 拍谁就先爱上谁 是萧全给自己总结的秘诀 要不然拍不出好照片 可是这条规则到王朔这儿 就失了笑 因为萧全实在对王朔爱不起来 渴望编辑部的故事 尤其不喜欢看 再加上两次邀约失败 萧全在心里放弃了这位当红的作家 在建国门的华侨村 萧全见到了刘恒 这位北京作家圈的老大哥 正在给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写剧本 当知道萧全也是海军出身时 在海军当了六年兵的刘恒 打开了画匣子 指着桌上吃剩的大饼说 这是张艺谋刚剩下的 他去机场接狗粒了 吃饭的时候 萧全傻傻地问刘恒 看过菊斗没 刘恒说 看过 真他妈棒 萧全又问 知道剧本是谁写的吗 刘恒用筷子指了指自己 萧全愣了一下 然后两人一起哈哈大笑 聊到王朔的时候 刘恒说 那小子也是海军的 待会儿你就给他打电话 我听你说 第二天下午 萧全终于走进了王朔的家门 王朔跟萧全想象的差不多 能砍 会斗 但言语间透着实在 萧全边听边笑 全然忘了之前 有多不待见这位王老师 还留下了一张 特严肃的照片 王朔说 自己以前什么都写 没辙 为了活下去 别人给他一包钱 说来个电视剧吧 他就把自己官兵馆里 闷着头 传一个剧本 现在 哥们不写了 给多少也不写了 成名之后的王朔很忙 萧全给他拍片的 那个下午 就来了好几个电话 其中有一个 是姜文打来的 他们正在美国拍 北京人在纽约 挂了电话 王朔还接待了 两波来访的媒体 2008年 王朔发表了 迄今为止 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和我们的女儿谈话 他在把里写道 我的问题就在于 想写一个 和所有小说 都不一样的小说 这个十几年前的想法 把我僵死了 在那之后 身居简出的王朔 一直在找这部 不一样的小说 四年前 他说 自己找到了 并且已经写了 二十三万字 只让女婿等 少数几个人看过 这几年 偶尔能在微博上 看到王朔的近照 场景多为 会见红颜知己 和文艺女青年 照片里的人 都神采奕奕 唯独朔也 一脸平和 让人看不透 他心里在想什么 当王朔变成 互联网时代 自拍背景的时候 估计也没有多少人 再惦记 他那本小说了 回到1993年的冬天 在萧全 快要离开北京的时候 张艺谋的文化顾问 王斌 找到了他 请他为张导 正在拍的 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 拍摄剧照 在王斌家里 萧全见到了一位 意料之外的作家 活着的作者 于华 于华话不多 总以黑黑的笑声 作为回应 三人从屋里出来的时候 大雪突然而至 三人从屋里出来的时候 大雪突然而至 走到43路公交车 团结湖站的时候 萧全让于华停下 然后举起了相机 于华在漫天的雪花里 竖起衣领 缩起脑袋 看着镜头 此后 于华写了 《许三观卖血迹》 等直面现实苦难的小说 那张《大雪中的凝视》 成了他最有名的一张照片 这么多年了 我们依然在寻找 这样的作家 不惧风雪 冷眼热心 1994年 在苏州太湖的一个岛上 萧全给张艺谋的 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 拍了几个月的剧照 因为这部电影 这个岛被当地人称为 巩俐岛 码头也改叫了 外婆桥 电影开机的时候 巩俐还在为张艺谋理发 等到杀青的时候 两人已经在报纸上 登了分手的消息 一天 田壮壮来探班 看着摄制组热火朝天的干活 他羡慕地只咬手指头 萧全在旁边问 最近在拍什么戏吗 田壮壮说 蓝风筝之后 自己已经有两年多没干活了 看着田壮壮渴望拍电影 而不得的样子 萧全不忍地按下了快门 到剧组的第一天夜里 萧全跟着主创去吃宵夜 大家聊起了姜文的电影 《阳光灿烂的日子》 张艺谋说 她很喜欢 姜文很懂戏 某些电影处理得 比老导演都成熟 几个月后 萧全在北京三环边 一栋白墙红顶的小楼里 见到了姜文 当时姜文刚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名字就叫《阳光灿烂》 看着萧全拿着相机 姜文说 那咱们就练练吧 两个人先在二楼拍 后来越拍越疯 姜文像马小军一样 站在了一楼的房檐上 萧全赶紧跑到楼下 用210毫米的长焦 并隔了姜文 轻狂的微笑 好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 萧全的故事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